同樣也是一樣 四分鐘的節變時間 我們倒數計時開始 各位大家好 討論任何命題其實都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設定那個情境是非常重要的 有幾種情況其實在這場比賽當中 完全不值得討論 比如說上個年紀身體不行 未必要上年紀總之他身體不行 這種人其實不需要討論 因為對他而言 無法性是一個客觀上的限制 這種人如果要討論的話 變成是我方非常不人道的 逼著他 一定要想辦法解決這個生理上的問題 否則失去愛人資格 不可能對吧 所以像這種情況是不用討論的 再來沒有對象的人也不用討論 因為沒有對象的人至少在當代社會裡面 他是獨立 他是自由 他是自主的 所以對方二變剛才口中所謂的尊重的 這樣的一個情境 在當代社會裡面 其實已經失去了討論的價值了 現在人人都可以認知到 我們是擁有身體自主權的 我們當然可以決定自己的性對象為何 我們早就遠離那個壓迫跟那樣的傳統 所以沒有對象的人他在這個社會當中 他既然不涉及到任何的道德的困境 他當然也不值得被我們放在這場比賽裡面討論 再來還有一種人不討論 就是有特殊默契的人 因為所謂像寧芳提到的 如果兩個人都認為是可以開放性關係的 我們兩個人都是性愛分離的 他們的生活當中也完全不會去觸碰到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就是他們自己想要的樣子 所以如果回到最普遍的情況 大部分的情侶大部分的人 你生命中出現性愛分離這四個字的時候 八成要嘛是你找藉口的時候 要嘛就是你聽到藉口的時候 而這個東西之所以可以討論 是因為會涉及到一個問題 我們常會去想 當我們的伴侶跟別人發生性關係的時候 他對我的愛還在不在 是因為有這個很明確的問題意識 讓我們去思考性跟愛可不可以分離 當然找藉口的人認為他是可以的 那講法其實沒有什麼講法 就是說我其實沒有愛他 他也說不出個什麼東西來 而我方認為講這種話是不負責任 而且是不愛伴侶的 不應該被接受的原因 我方已經講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很單純的生理層面的問題 他會有很明顯的健康風險 當然一次兩次或許那樣的風險是相對低的 可是三次四次五次呢 如果在寧芳的標準之下 認為性愛是可以分離的 是可以理直氣壯的 請問一下 我是不是再也無法 以這個東西為藉口 去指責我的另外一半 我是不是無法以這個為藉口 和我的另外一半分手呢 換而言之 當認同了寧芳的觀點之後 會讓每一個人的另外一半 都承受一種極大的健康風險 而這是一個最明顯的問題 而第二個層次是心理層次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一段關係當中 他以承諾為核心 他會伴隨著很多附屬且必要的行為 廣義來說就是親密 具體來說 牽手接吻擁抱 甚至是發生性行為 這一切 他都是圍繞著這個承諾 圍繞著這個親密 而發展出來的 而我們之所以 會區隔情侶跟非情侶關係 我們往往也是要區隔出 這樣子的行為的差異 我們對自己的另外一半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對別人的另外一半可不能這麼做 對吧 所以我們要知道 當這些行為他跟愛是綁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不能隨隨便便的把這樣的行為 發生在自己的伴侶以外的人身上 以維持我對伴侶的承諾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一段關係 它可以很輕鬆 可是它走到越後面 人生你總會走到一個坎 它是需要很嚴肅的 它是需要很認真的 如果連這麼簡單的歡愉 你都無法克制 連這麼簡單的歡愉 你也都無法自制 我們的另外一半要如何期待你 如同你當初在追她的時候 所對她講的那些承諾 一一旅行 一一兑現 更別說結婚以後 生小孩之後 還有更多的風風雨雨 等著兩個人來度過 如果連小頭都管不好 我怎麼能相信你的大頭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反方的 精采的結辯了 那我們的正方代表 Bunny 你們要派出誰呢 我們要派出碧莹莹 小辣椒 碧莹莹 小辣椒 剛剛的這個交加質詢非常的精彩 好 同樣也是這個四分鐘的時間 希望可以好好把握你的時間 那我們倒數計時 開始 大家好 其實今天反方非常巧妙地 迴避了所有對反方不利的戰場 來討論這件事情 他們說生理上性愛本來就可以分離 所以討論這件事情沒有意義 這件事沒有意義嗎 以前我們常常說 女人是沒有辦法性愛分離 但是男人是可以性愛分離的 但是我們從數據上 從研究上來告訴大家 不對 因為從生理上來說 女人也可以性愛分離 因為確實有很多人 比如張愛玲也說過 女人的陰道通往女人的心 他們認為女人的性跟愛 是不肯分割的 但是我們就是要挑戰這個事情 所以這件事為什麼不可以被討論呢 所以在生理上我們告訴大家 不管是男是女 性愛都是可以分離的 第二個 對方又告訴我們說 單身的沒有道德爭議 所以我們不需要討論單身的人 到底可不可以性愛分離 單身的人沒有性愛合一的時候 他真的不會被社會譴責嗎 就像我剛剛講的 一個女生他在單身的情況下 到處去跟別的男生的約炮的時候 這件事情他敢跟他下一任男朋友講嗎 或是他敢大肆的在台面上討論這件事情嗎 他不敢 因為這個社會就會譴責認為你這樣是不見不檢點不道德 所以單身的人性愛分離沒有道德風險 沒有被道德譴責嗎 當然有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你是單身的情況下 不管你是男是女 你的身體是你自己的 在反方的一面的聲論裡面講到一件事情 他說性是一個很隱私的東西 當我愛你的時候 我才可以把我這隱私的一面給你看 我認為這種把性的神聖化 就是一種在牽制大家的性自主的一種說法 因為你告訴大家這個東西是很隱密的 你女人的爭吵是很珍貴的 所以你不能確定那個人夠不夠愛你的時候 你是不可以把你的爭吵交給他 這種事情 這種說法就是一種傳統社會的價值 在對我們性自主的一種前置 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拋開這種性愛合一的想法 也是對於我們女 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一種性自主的解法 再來對方只是想討論 在一段穩定的兩性關係裡面 到底可不可以性愛分離 我們也告訴大家 像存在主義大師沙特 跟女性主義的喜盟者西蒙波娃 她們兩個在一起就是一種開放式的關係 她們彼此相愛也會發生關係 但她們也同時允許她的另一半 去跟別人發生關係跟感情 但是她們依然成為一對傳奇的情侶 這是一種選擇 我理解不是所有的情侶都能夠接受這樣的關係 所以最主要的問題是 你要如何找到在性與愛的觀念上 與你契合的另一半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在反方的情況底下 打著一個性愛合一的大旗的世界裡面 反而更有可能讓這種欺騙產生 因為所有人都相信性愛分離的這個價值的時候 我生理上有人就是只想愛不想信 有人就是只想信不想愛 我只想跟你上床的時候 我只好騙你 我只好騙你 我愛你 我跟你是性愛合一的 你才願意跟我發生關係 我只要愛不要信的時候 我一樣要騙你 我明明不想跟你發生關係 我只想跟你談戀愛 但我必須逼我自己跟你上床 或逼我自己在床上好像很享受的樣子 我才能夠繼續跟你談戀愛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 可以是一種選擇 不是告訴你 你必須得如此 但無法這件事情就是一種限制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價值觀 你可以追求性愛合一 沒有關係 但是也有只有性沒有愛 有只有愛沒有性 我們大家可以去坦然的面對你自己 坦然的面對自己的每一個選擇 我可以大聲的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只要信不要愛 或只要愛不要信的人 唯有大家能夠接受性愛分離 我們能夠對自己的選擇 對我們自己的欲望去做坦承的時候 我們才有可能在不欺騙別人的情況底下 去找到不管是在性上面 或在愛上面 我們才能夠去找到一個 兩者都堅固的方式 所以我們認為性愛 好 謝謝我們的正方 時間到了 真的是辛苦大家了 今天我們這題目叫做 到底性愛可不可以分離呢 其實這個題目沒有對或錯 我們也沒有特別要譴責誰 或是我們要把我們的道德標準 拉得多高 我們想要挑戰的是 這個正反雙方的隊伍 能用什麼樣的方式 說服你可以接受他們這樣子的觀念 因此最後我們就要進行總投票了 我們將會請所有現場的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的評審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舉牌子 認為你們這一輪下來 到底是正方能說服你們 還是反方能說服你們 那我們 3 2 1 請舉牌 記一下好了對不對 全部變得好 性愛可不可以分離呢 最後認為可以分離了有18票 不能分離的是有5票 所以說這結果一般人 恐怕是很難想像的 但我想要聽聽看 思源老師你怎麼認為呢 到底你今天說的這個道理 誰比較接近大家想要理解的事情 所以相較於今天的正方的說服力 就比較強 他就會認為其實每一種身分 都有他想要去面對的困境 但是這些困境的產生 不就是因為你設定了這個前提 才產生無限的困境嗎 我覺得這是比較接近 一般人可以接受的範圍 所以我在最後的一個判斷上 我是比較偏向的正方 土林老師你覺得呢 好 今天這場辯論 有點像大野狼對小綿羊的戰爭 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說 在反方 其實對方一直強調容易被騙 你們可以強調一點容易受害 因為你跟一個陌生人沒有關係的人 你要做性行為一定是私下的 一定是在很親密的相處 這是很容易發生危險的 約炮約炮你那麼開心 被幹掉了你不知道有多少個 所以當然這也就是正方可貴的地方 像我們影音就正方都現身了就對了 不行用自己的像這個老師說 不行用身體投入這場比賽 甚至影音說你大概沒約過炮吧 那反方很可惜 你沒有直接問他說 那你最近是什麼時候約的 就可以把他打回去 所以我覺得子生也講得非常的好 因為其實你們可以再辛辣一點 為什麼要有一父一妻子 因為我們不是禽獸 舉手不欲勿施於人 你能夠忍受你的對方 跟別人有親密關係 然後跟你說沒有愛嗎 但到底誰有道理 辯論就是這個好處 誰都沒有道理 誰有什麼道理 誰都在吹牛好不好 道理就讓我們到自己生活裡面 去實踐 沒錯 說得很好 納流的馨老師 對 我本來差點被子生說服了 但是最後又被炎炎給拉回來了 絕對不會是因為你的美貌 是因為你的變才無礙 這個問題沒有所謂的一個對 或者是錯 但是我們今天透過一個平台上面 我們可以透過整個論辯的一個方式 讓真理有越變越明的一個趨勢 OK 那所以我還是覺得 就是說我們今天至少提供了 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場域 把所有的一些問題 做了一定程度的一種釐清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節目 對社會最偉大而深刻的一個貢獻 好 謝謝 本詩還是要上虎下雲 對 小詩還是要做最後的開示 沒有性的愛太荒涼 沒有愛的性太乾枯 乾柴烈火雖然可以 零肉合一 還是最好 謝謝 對 就跟剛剛所有老師講的 其實沒有一個對或錯 或者是誰講得比較好 重點是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大家真的是好好去思考一下 這樣的題目到底是 會對你帶來什麼樣的幫助 那也感謝今天大家的參與了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見 Bye 我們下期見